各位, 这个景是巴黎第二高的建筑物影响下去 最高的当然是铁塔,330米 而这座大厦是210米, 铁塔都比整个头位高 这座位是位于巴黎Mont Panas 的一栋摩天大厦 喂, 别笑啦, 香港人 在巴黎来说, 它真的很高 在1973年起时还引起很大的争议 因为它的高度和现代风格 和巴黎的古道建筑物格格不入 不过它现在已经成为了巴黎的地标之一 每年还吸引了几百万游客来这里看东西 因为它有一个观景台, 可以看完整个巴黎的景色 等于香港山顶的老沉庭 你笑啦, 现在是不是没人叫老沉庭 虽然还是说回巴黎 这座大厦我来这么多年都没去过 不过我想我快要上去 因为它稍后会大翻身 实在太多巴黎的人觉得它太丑样了 需要大装修 翻身之后当然也有个观景台 到时真的拜拜70年代了 今天我和小鹅同学来到Mont Parnas 不是去看这个开阳的景色 而是去了一间很大的餐厅 这间食意大利赛的餐厅叫做威尼斯旅馆 Oberge de Venise Mont Parnas 看看它多热闹 吵过香港的酒楼 这间食意大利赛的餐厅 餐厅多人因为它有半戒优惠 但也要食物好吃才行 好吃吗?PB 好吃 好吃 是不是很吃过巴巴买的那些 喂 说的是开胃前菜 中国人喜欢吃咸酸菜 这里经常吃芥兰 不是 是橄榄 这里的番茄蒜蓉包都挺特别 法国的饭前小孩是不宁收费的 我吃上去 真的 Minestrone 好香是这个Minestrone 我是意大利文先 因为准备暑假去意大利 我女儿做了个意大利菜 我們自己叫沙黑鱼 可洁 beds north 殼加歐 這個是仿大魚 是否可洁 carbon忘记 我不知道 殼加歐 這個牛肉 牛肉 冷靜一點 我們主要不放 沒辦法我們也要用 有些人在吃飯 我反省 我和我難得你太餓 我難得和家人出去吃飯 我竟然不集中吃東西 顧著拍攝 所以最後我拍了很小片 希望大家體諒 和看相 這個就是沙拉 旁邊有些什麼 有三種 有三種 有沙拉 這麼有趣 好吃 是偷工你 我喜歡吃牛肉 我喜歡吃牛肉 我覺得很棒 我們的食物方法 因為我們手路一樣 所以吃一下 我們就會等下 比片過山文魚 吞拿魚 和牛肉 最後都是牛肉勝出 想起都很想吃 還有這個出煙的意大利菜湯 我喝了一口 因為我女兒喝光了 更好吃的是主菜 另外那個女兒叫做檸檬牛仔肉 老公叫做Osobuko 好像肉醬意粉 兒子叫做Lasani 她說好吃 我說好吃是我同學叫這個 顯肉扁意大利飯 好精 拍一張特寫 接著拍今日的冠軍得主 就是我 這塊牛扒 加上蘑菇意粉 哇 真的好好吃 牛扒煎得好香 汁用來點麵包 真的很棒 竟然在巴黎吃到最好吃的牛扒 特寫意大利餐廳 很快的時候啊 你這個有什麼的 有香蕉嗎 有雪糕嗎 這個呢 哇 這個好吃啊 這個呢 這個呢就是 叫做Tafé鋼 鋼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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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Tiramisu 就是迷你版 給大家 先聽不懂 等我先拍照 好吃啊 媽媽叫你叫這個 很壞 不過巴黎叫人叫那兩個都壞了 看下女兒 差點哭了 本來以為自己叫水果半雪糕 是有士多啤梨 誰知道來到 真的有士多啤梨 不過是醬 還有香蕉 巴黎見她哭了 就叫她去吃它的Tiramisu 誰知道Tiramisu她又不適合口味 看到有咖啡雪糕又好燙的 這個呢就是叫做Poffee Town 為什麼是這樣的 對 為什麼好像很熟熟了 為什麼是這樣的顏色呢 為什麼沒有了發脾 為什麼沒有了朱古力呢 為什麼沒有了朱古力呢 在這裏解釋一下發生什麼事 Poffee Town 這個有兩片Puff 中間包著雪糕 然後倒上朱古力醬的法國甜品 我老公可以看到餐廳掛了餐牌出來 說試日甜品有這個Poffee Town 好 接著就介紹我同學生吃了 為什麼沒了朱古力呢 在外面的麵包 對 不是很正宗 沒什麼點算的 沒有Cream 沒有Cream 可以找人幫我吃嗎 可以找人幫我吃嗎 Bye 哈哈 最後是沒有人吃的 因為這幾口真的挺大Cream 我老公煮東西就行 叫東西就不行 整天失手 Cream 真的可以做一個合集 失手片段 今次的教訓就是 叫菜最好是跟隨man料裡面 或者在網上看到相片 那些事日甜品 事日水果 盡量避免了 這些相片就是他網上看到的 都有很多好東西吃 全部都有半價優惠 就看看我們今天張單多少錢 五個人每人吃足三道菜 二百八十三個半 五折之後 一百四十一七毫半 等於1200港幣 香港又吃不吃得到呢